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入報啦 那就 壞記者黑記之類的說話 外國版五毛又怎知道一個 好像這個加拿大YouTuber 買完反光的 和自制記者證 說就說是來香港採訪 實請整條片拍攝自己多個示威 我離直去撞 把我的記者證 我掛著他這樣掃 啤梨晚報 然後他要勾勾頭 蘋果日報的死對頭 我說行行行行 他繼續 不是 你們不行 我告訴你 這個證現在做得似好些 但還是不行 其實這個證如果你要做得似好些 最簡單的證 老實說 講到做這些事 我是天才 很簡單的 不要用這個套 用一隻 旁邊是人造皮 那隻套 那就像樣很多 你以為記者真是阿豬阿舊都辦得嗎 記協又查入息又查公司 還要會員介紹 但Chris我在想 有沒有辦法記協可以做多少少 我知道你們有難處 因為公民記者那些 不一定是記協會員 但是我舉個例子 譬如記協可不可以做一個公開的 即是自願登記的網罩 因為我認為記協成員 就一定沒有問題 譬如你講完 譬如正式在一個網站 寫明自己的名字 和新聞機構 他們實名制沒有問題 但如果有公民記者 他為了對自己的保障 亦是避免別人懷疑的話 全部都可以自願登記 實名制都寫在這裏 這樣會不會是多了一重的保障 或者多了一重的信心 至少可以在網上檢查 是的 如果示威者懷疑你是鬼 那就馬上檢查 原來不是的 我已經有名有姓 我登記了 起碼在這次現在這個運動裏 我會做採訪的一個記者 無論你是公民記者身份 什麼記者身份都好 記協可不可以考慮 做多一層這樣的功夫呢 我想Albert你提過 基本上都是說 我們有一些的準則 然後就有一些的確認 就是某一些的人事 就是他是記者這樣 是呀 是呀 而且是自願透明的方式 我想用小時間講一下 我們現在怎樣 有些什麼的準則 如果從一個會 從一個記協局 我們一個工會 工會 它政府是有了要求 是什麼才是成員 什麼才是正式會員的 就是你從收入 你是個半是從新聞工作那裡的 如果他是正式會員的 譬如說我們會發記者證給他 他拿記者證 就是公眾知道他是一個會員 是一個記協的 如果從政府那裡 他就用報章登記條例的 然後他去年開放了網媒 如果網媒符合這條條例 現在我們看到的十幾間網媒 他們都是註冊了 拿了記者證 就是他是這些機構 他可以去記者的一些 證書記者會 或者是 我相信去到一些 譬如在這些場合 有時候警方要查證 他都會看一下 就是是不是這些 不好意思 楊卿議員 我們差不多 現在夠時間 好 很簡單說 是有一個很難去界定的問題 明白 希望大家多 我們有一個很權威的機構 我們說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這樣 好 我們回來再討論 好